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要带大家来探讨我们的疫情 民生经济还有我们的地方发展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蓝敏黄蓝一座 主持人秦一言还有连一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蓝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秦真秦一座 主持人小军好 我们蓝一言还有连一言 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 秦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 连恩典连一座 小军主持人以及电视机观众前面的好朋友 大家好 连恩典连一座好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疫情 在这疫情期间大家都忙碍了 相信三位一座都是 而在之前物资很缺乏的时候 我们的秦真秦一座 它是结合了我们自强狮子会 来帮助建德国小防疫 一块看看 在金融市议员秦真居中引荐下 金融自强师子会会长林世雄代表 将一千片成人口罩 及六千份儿童用口罩捐赠给金融市建德国小 希望协助老师及学生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现在疫情严重 现在小朋友又还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想说 用口罩的方式 然后让小朋友多一些防护 那我们也很高兴呢 在那个我们秦真议员的引荐之下 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为那个建德国小 这个学校的那个小朋友 做出我们的 我们自强 基隆自强师子会小小的贡献 对此有一千多位学生 及一百位教职员的校方也相当感谢 强调口罩对全校师生 做好个人防疫工作将有极大的帮助 我想在这个疫情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之下 口罩是永远不嫌多 让小朋友可以经常性的替换 这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非常感谢秦议员 还有自强国际师子会 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 又想到辛苦的老师 还有可爱向学的小朋友 让我们有更充足的物资可以经常性的来替换 除了协助校方向民间团体争取防疫物资 请征也呼吁政府单位应该支援学校快塞试剂 提供学童更完整安全的学习环境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尤其小朋友感染力非常的高 那学校方面他们也校长还有老师们 他们对小朋友整个的防疫的工作 都非常精心经历 但至于物资方面也许在现在供应不足的情形之下 尤其快塞剂 希望我们教育部我们教育部单位 尽量的提供学校充足的快塞剂 那希望小朋友每天在这种快塞安全剂之下 到校上课 彼此之间才会被感染到 所以我想这是大家所有的父母亲 大家共同的信心 可以看到我们的情侦艺座 真的非常的关心在地 当然这疫情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 都面对不同的问题跟议题 那现在呢 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情侦艺座 最多接到民众反应的又是什么 因为这次的疫情 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各设计团体 对我们医疗的团队的一些资源上的 一个大家的协助 那尤其这次的疫情 对儿童来讲是比较有点传染性 比较严重 所以说在学校的部分 因为学校的学生小朋友的耗动力比较强 那每天他们所戴的口罩方面 可能替换力会比较高 那我询问学校的一些的所谓防疫资源上 他们说这方面的可能使用率会比较高 因为替换力比较大 所以在这种经营之下呢 我就建议我们公益团体 我们志向师子会来给予协助 因为箭头国小他们学校是在基隆 是输一比较大型的学校 将近有一千零八十位小朋友 四十八班 那师生老师来讲一百多位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想这是他们每天 四十刻刻需要更换最频繁的一个 所谓的防疫物资 所以在情形之下呢 我就给予社团 请他们来给予协助 那在这边我要想讲一下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疫情呢 整个对我们儿童来讲威胁比较大 我们最近有看到很多儿童的一些意外的死亡 造成大家家长的不舍 尤其在一个什么 我们还是走了这一个所谓的一句话 造成社会大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平面的一个论述 那在这边我也曾经在网路上 看到了一篇一个家长 他投诉到我的网站上 他写了一篇到我们的孩子的文 所以在这方面我想 还是要把这个家长的心声 利用这实单念给我们大家听一下 让我们大家感同身受 认为我们政府未来如何的来应应 我们对于这个疫情 对儿童的一个清洗的一个防范的 一个后续的一个防疫措施 那这边我就把这一篇的这个文念给我们 电视机的前面好朋友大家听 他这篇文章最大是到我们的孩子 他说还有什么事情 比得上半夜孩子发高烧令人心急 这就是煎熬 彻夜守顾守候害怕 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上自己孩子死去 令人心碎 这就是会很会 心破了一个洞难过 还有什么事情 比得上许多生命的消失 令人心痛 这就是国上 无论可问昌天痛苦 痛了会难过 心伤会掉泪 感伤会哭泣 不是十个孩子走了 也不是一个孩子走了 而是人性与关爱走了 不是十个孩子走了 也不是一个孩子走了 而是人类的本质走了 不是十个孩子走了 也不是一个孩子走了 而是我们自我的走了 不是十个孩子走了 也不是一个孩子走了 而是光明与希望走了 处紧会伤情 思念会惆怅 回忆会寂寞 如果今天不能哀悼我的孩子 我该要怎样面对 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孩子 如果今天失去痛苦 我们无法面对 我们要如何重新修补家庭生活 如果今天不能跟其他人说 我的悲伤 这样的痛苦我该如何去承受 父死会天崩 母事会低劣 孩子死会悲愤 我不能言语 我不能愤怒 我们不能控诉 我该怎么在蒙里 告诉我的孩子 孩子真的对不起 爸爸妈妈做不好 真的对不起 所以从这篇文章可看出 每一个家长共同心理的 一个所谓的深层的一个痛伤 也就是在孩子刚时发生的 一个所谓的疫情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的医疗 却是无能的及时的跟上 造成家长的焦虑 以及孩子的过去 所以说这个走的情形之下 造成每一个家庭父母亲 心中的一个悲愤与痛苦 所以他记得这篇文章 悼念出他对孩子的一个不舍 所以最后我就给他一个注解 就是说孩子走了 催心之痛 你们感觉得到吗 请问我们抚押的高官们 所以说希望 在这个事件的发生之后 我们防疫单位 我们的政府单位 要痛定失痛 在儿童防疫 以及急速的这个所谓的治疗方面 要给予医疗上的一个家长的功能 我想才是对得起 我们过去失去的这几家孩子 一个心中的一个不舍与悲愤 是 就是用这样的案例 来读出我们的政府 在儿童防疫的部分 一定要加紧加强来进行处理 那当然在检讨的部分 也是很多民众在关注的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蓝名 黄兰一座 我想我们的防疫政策 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 政策朝夕令改 也没有做好任何的朝鲜部署 才会导致今天的疫情严重 那我们可以从外国媒体 对台湾防疫政策的看法 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英国的媒体专家 那么从赞美到警示 前后截然不同的评论 就可以反映出我们 台湾防疫政策的一个缺失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去年的1月 英国的独立电视台 就大战台湾的防疫表现 非常的好 可是去年2011年的5月11号 我们就进入了全国二级警戒 到了19号就升级到三级警戒 所以在去年的6月3号 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两岸记者 就特别指出 去年台湾防疫失守的两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欠缺大规模的筛检机制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大家不敢逆时钟 那我想陈时钟部长 一直坚持用PCR检测 可是去年开始全世界 就开始往快塞的方向去推动 可是我们台湾陈时钟部长 还是坚持用PCR 到今年还是以PCR为主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今年的快塞剂不足之乱 那我想另外英国的电讯报案 在我们今年的5月7号 更严重地提出市警 他说台湾因为解封太快 没有做好事先的宣导及超前部署 那台湾正面临可怕的垂直弹道式感染 今年的夏季可能会出现标高死亡率 我们现在来看 真的被英国媒体给掉中了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检讨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缺失 我想去年一整年 我们就经历了口罩之乱 还有疫苗之乱 我想大家都印象深刻 那今年更发生了快塞剂之乱 还有保单之乱 那么PCR量能严重不足 也产生了 也影响到我们医疗量能的紧绷 最重要的罚传系统 花了好几亿所设计出来的罚传系统 也失灵 因为设计不良 造成很多确诊者还有居隔者 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这个居隔通知书 以及领到所谓的防疫包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名誉 那我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说 指挥中心更轻忽了儿童疫苗的政策 那儿童疫苗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讨论了 那么欧美国家在今年的1月 都已经在开始施打了 可是我们陈时中部长 当时竟然还夸下海口说 儿童不需要打疫苗 这是很严重的判断错误 再加上我们因为儿童疫苗进口太慢 所以你看看台湾我们目前12岁以下重症 12岁以下儿童重症就有29例 那么死亡有12例 这是日本的10倍 韩国的8倍 那更严重的就是说 发生脑炎死亡的有15例 这个是全世界感染Omicron病毒 儿童死亡最高的一个国家 这个我们要密切的去注意 那我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中央政府 我们编了8400亿的预算 那么在防治预算方面 就编了1466亿 在疫苗我们编了340亿 防疫物资也编了172亿 编了这么多钱给你们去做防疫 可是我们却要排队买口罩 要排队抢疫苗 要花钱排队去买快塞剂 那接下来的这个医疗量能不足 跟造成民众在这个就诊过程中 有很多意外就悲剧就产生了 那这个是我们PGG深刻检讨的 那我在这边也借这个机会 要提出几点建议 我想我们这个月 月初我们刚好在进行这个临时会 我们议会所有议员 都针对这次的疫情 提供了非常多的看法跟建议 那这边我要特别特别再提出一点 给我们的政府机关来做这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我希望 我们能够尽快把这个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 降到第四类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降到 第四类的法定传染病的话 那一般诊所就能够比照流感的模式 给快塞阳性者的病患 这个抗病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 那出现重症的时候也不需要 再转到专責病院去 我想每一间医院都有能力去处理 为什么我才建议 我以新加坡跟美国防疫成功的经验 来提出这个看法 新加坡它开放所有基层诊所 都能够进行筛检 而且能够快速的直接给 阳性的病患 这个口服药 所以他们就大大的降低这感染的黑素 那么新加坡600万人口 他们总共有962家诊所 可以同时去进行筛检 这个是新加坡防疫成功的一个原因 那美国也一样 美国是开放所有的药局 都可以进行快塞 而且可以直接就给这个 这个口服药 所以美国跟新加坡成功的案例 就值得我们现在赶快去推动 但是关键就在第五类法定传染病 能不能降到第四类 所以我希望中央指揮中心 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法传病给降级下来 这样我相信就可以民众就不用去排队 做快塞 也不用排队去买这个快塞剂 那我这边也要再强调一点 我觉得快塞本来就应该是给 整所或者是这个药局的药室 来做会比较安全 你直接让民众去做 尤其小朋友 还有些年纪级比较大的长者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不能到 所以我希望这一点 我们能够尽快获得中央的资质 赶快去把它降级 那另外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 这个五岁幼童 现在五岁以下的幼童 还是没有疫苗可以接种 所以我希望我们要赶快扩充 儿童的专责医院以及病房 那也我们尽量不要让小朋友 确诊之后可以在家居家隔离 万一家里有五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这个反而会加重这个儿童的感染 以下是我针对疫情提出来的 两点重大的建议 是 就是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儿童在医疗救护的方面 还有我们他的疫苗 五岁以下的疫苗要赶快来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呼吁一下 我们的蓝艺座是呼吁第五类 要降到第四类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暖暖区 我们的零恩典联邑座这边 也接到很多民众的地方形成 不知道医座这里有药百八米就反映什么 好 我想这次我们在这次疫情我们看到 我们中央政府真的对我们的医疗的部分 和这个行政的部分 简单来说就有非常大的这个缺失 那从医疗方面我们来讲 在这个从去年的这个口罩 那后来再施打疫苗 那到最近的快筛 然后再来就是用药部分 我想这些行政上的缺失 然后看到我们政府 对这些医疗的量能 根本我觉得是不懂 不是不足 先不懂然后又不足 又不听人家讲 然后要坚持他的意见 我们这让我们这些百姓 真的是苦不堪言 那在在医疗方面 就从上次的这个口罩来 好好的进口 他不进 然后偏偏要要这个让 把所有的收购起来 那让我们去排队 实名字的去排队 再来疫苗 好好全世界的人都用 都有很很畅通的 这个疫苗可以进口 所以我们中央政府 这个陈时中 他就坚持一定要 要什么牌子 还好这一次民间团体 不管是慈忌 或者是我们郭董 也帮了一些忙 把这个BNT又进了一些来 才不是补足而已 不是就是说还好 来这个补一些差额而已 那像这样子的过去 他过 时间过了 他也不觉得这样 他好像有什么不对 到了快筛的部分 更是离谱 他固定就要选择 已经良好的哪一家 来卖这个快筛 我们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尝试 你今天的快筛 你说好 这一家不能进 我要从别家来进口 怎么隔天各大通路 就可以卖了呢 那很显然的 他在台湾不知道 已经沦积了多少 然后就指定那家来卖 你看现在马上开放以后 这家到处都可以进了 包括我们现在的用这个 口水的这个试剂也出来了 我想整种的看出 我们这个政府的 真的可以说是无能 那特别在现在的药 在我们最近 我们在服务什么 都是在家里全家确诊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就医 然后用视讯看诊 这个也是到前几天才开放说 这个几家医院 你只要有进入系统以后 你有这个登录了 你是阳性的 然后药局 不是药局 诊所才可以帮你看诊 你知道在国外的部分 他们是不PCR的 只要你快在自己阳性 你就打电话到公布门 就是说我确诊了 然后医生或者是你到药局 直接就可以拿药 或者是你比较严重的告诉医生 医生马上就可以开药 你们去拿药就可以解决 很多很轻症的部分 特别在这个 这个Omicron 这一次政府也知道 这个重症的几率很少 那但是他的 这个思考模式 一直就在COVID-19那时候的 很严重了 要这个7加7 要怎么样来防御 要隔离 那后来呢 国家 别的国家 很早已经就开放 就是说 我也不在PCR 我也 我把这个Omicron 当作就是一个 类似流行性的这样在处理 但是我们中央政府 那个逻辑 还是框在 COVID-19的时候 这个很严重 这个必须要隔离 怎么样 好了 弄到最后 我最近也处理了三件 5月好像是17号 才宣布说 可以0加7 那有的 有的在公司上班的 这个员工 他需要 需要这个 这个确诊证明 然后到了去 到了卫生所 那边去开 卫生所 不好意思 你登记的时候 是登记0加7 你不是登记3加4 3加4才可以开 0加7不可以开 弄得 弄得他只好 赶快把这个讯息 跟他们的公司去解释 他说我真的有在家里 因为我老公 就已经确诊了 那我当然在家里 躲三天 四天 那但是我 我怎么知道 反正0加7 那时候说 我们就登记0加7 反正都是 都是居隔 没想到说 0加7还不能开 确诊证明 所以等 这个种种的 特别是在行政上的不足 然后朝夕令改 等一下想到这个 做一下 想到这个做一下 就像我们现在 刚刚我们前文两位议员说的 儿童 他认为儿童不需要打疫苗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疫苗 就是小朋友没有打疫苗 那个严重性 不断地一直发生 特别现在 最严重的是 五岁 一到五岁的孩子 根本不能打疫苗 可是国外已经 早就在安排了 这种疫苗已经开始出来了 那在这里 这个还有一个 我们的行政系统的糟糕 电脑的部分 其实当初在PCR的时候 非常的容易 我们PCR我们去塞的时候 你的这个健保卡 插进去 他就知道你所有的资料 可是你还要经过 这个他要再开一个确诊证明 在弄什么 结果前一阵子又刚好 碰到这个保险的问题 弄的这个医疗单位 花了很多的力气 都要在处理这个确诊证明上面 然后占了非常大的 这个医疗量 所以等种种的这些的 行政的部分 政府当初也没有考虑到 那现在我们政府就是 走一步 看一步 看一步 走一步 发生了问题 赶快再来解决 现在儿童的问题 现在慢慢慢慢 越来越严重了 我现在想出 这个儿童 我们基隆市 我那天听市长讲 从6月10号就要在各个学校 开始施打 那等种种的这些问题 别的国家 不管新加坡或美国 他们在去年 已经年底的时候 都在准备了 那我们都不会学 不会看吗 也不知道你会碰到吗 所以这些的 他们的这个中央 这些的手掌的软弱 真的是我们看的 真的是非常的替这些百姓担心 我想在这里 目前我们碰到的 这是一到五岁的这些孩童 要怎么样 我想政府多想一点办法 看BNT怎么样 想办法可以再进来 然后把这些的 最脆弱的 最脆弱的孩子身上 赶快加法进 是真的 就是每个问题 都要一直一直去解决 而到现在 要带大家看的是 我们的民生经济 像是这是疫情 受到疫情 受到乌尔战争影响 其实在民生经济的部分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光这一次在市议会 追加检预算案当中 听说就追加了不少预算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蓝名 黄蓝一泽 我想这个全世界 现在面临五大危机 将会威胁全球的经济 那么也会引发 我们最担心的 这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那这哪五大危机 就包括我们的疫情 还有俄乌战争 以及全球暖化 中国封城 还有美国QE的量化政策 我想疫情 大家重上经济 大家都很清楚了 另外这个俄乌战争 也占着能源粮食 还有肥料价格的大涨 另外全球暖化 它所造成的极端气候 未来全球将会严重的发生干旱 也会导致粮食作物的减少 这个未来我们就可以 马上会面对到了 再来中国的封城 因为他们还是维持清零的政策 所以他们的封城 也造成整个供应链的锻炼 所以也让成本大增 那最重要的也是 我们最担心的美国 这个这几年的QE量化宽充政策 因为美国大量印钞票 所以就造成资源的泛滥 我想这五大危机 就是我们全世界要共同面对的 那我想从几个数据 就可以让大家深刻的体会到 台湾的物价真的涨上来 真的也回不去了 我这边提供几点数据 第一个主技处最新的资料公布 我们进口原料已经大涨了71.8% 那么国际油价已经标破 每桶120美元 那小麦涨了20% 那个黄豆涨了14% 玉米也涨了11% 我想这些价格一旦涨上去 未来就回不来了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生经济 那最重要的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连增率也高达3.38% 那这个创下我们这个九年半以来的新高 我想现在我们民众不但这个加油 买菜要变贵 将来外食的费用可能也会增加大概百分之六 这个对一般民众来讲会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另外经济部也坦言 这个现在这个天然气跟煤价涨非常惊人 所以六月份开始 台湾就要实施这个下月的电价 我想六月份的电价可能会比平常贵到百分之十七到百分 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二十七 我想从六月份开始台湾民众马上可以感受到 油电双涨的压力 那另外再跟大家报告 长龙的董事长也说 因为现在这个航空的燃油 每桶都落在一百二十美元到一百五十美元 所以未来坐飞机的票价可能会调涨四成 我想根据这些最新的数据来看 我们真的要担心通膨会为我们台湾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第一个要关心的就是通膨对公共工程的影响 那我们刚上个月才在开临时会 那今年市政府的几个工程 就追加了非常多的经费 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隆转印站的周边改善工程 这个部分因为物价调涨 我们追加了九百万 那基隆市的宠物银行 我们也追加了一千零五十万 条河街转印站也追加了七百一十九万 那要在司令部旁的这个停留工厂追加最多 这个原本的工程预算只有三亿 结果也追加到四亿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金额 多了一亿 对 那我还要担心的是我们基隆市的新市政大楼 现在是规划三十六点五亿 那我以目前的物价指数调涨的规模 我相信未来可能还要追加四五亿 我想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财政上的很重的压力 因为你工程经费增加了以后 相对的其他的单位的预算就会缩减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市政府 可能要好好的做好财务规划 那最好能够跟中央的申请 足额的补助 免得造成我们明年 整个预算的变列会受到影响 那另外对这个通膨对于我们民生经济 影响也是最直接的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是庙口商圈 我昨天才去特别走了一圈 现在庙口商圈有九家店面收起来 有两家要卖 其他的都收掉了 其中最让大家惊讶的就是麦当劳都收掉了 这个是基隆的一个地标 三十几年的企业 竟然也在此刻宣布收掉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 但是也看得出来 大家对未来景气的一个担忧 那另外 最近我也特别搜集了一些资料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到 蛋类涨了大概21% 蔬菜类涨了大概27% 肉类涨了3.4% 蔬菜类 叶菜类涨了44.75% 那这个菠菜从50块涨到80块 美胎金 高丽菜从30块涨到55块 叶菜从30块涨到40块 这些蔬菜叶类的涨价 会反映在营养午餐 跟我们的每天走资的便当上 各位如果现在去看的话 100块大概买不到便当了 那这个市场我们非常担心 尤其营养午餐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我希望市政府赶快针对这个 这个通膨的部分 要赶快去云资经费 我们一定要工程经费 不要影响到其他经费的排挤 另外我们对营养午餐的预算 也应该要提前来规划 我们要增加营养午餐的补助 不然将来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便当都吃得不太好 影响到他的健康跟法医 所以通膨是非常严重 我们希望市政府中央政府一定要来正式跟面对 真的耶 刚刚说到便当真的很有感 因为现在便当真的你要想吃好一点 鸡腿便当都是要100块 100块以上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议会其实在追加减预算当中 其实营养午餐部分我们情侦情义座有很力争来增加的部分 我们要请教 因为这个通膨造成一些我们生活上基本的要素的一个负担 那尤其我们在学校方面来讲 小孩子的营养午餐也是因为相关的食材的一些调整 势必要调整价钱 那这个我们公家的补助的经费上有没有考虑到在这方面的给予一个适当的一个经费的益助 不然的话可能会增加家长的负担 因为你增加这个物价值度上涨了 那食材也上涨了 那供应者链他们的一个成本也增加了 假设说我们公务单位假如没有给予适当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经费上的益助的话 是不是把要转嫁到我们每个人家长的身上 所以这一点我也想希望我们政府部门要从长机翼未与筹谋 不要到的时候大家小孩子吃得不好回去反应之后 那我们大家再来面对这个事情 我想一切的事情要走在考虑之前 而不要到时候又是空话 因为我们要看到事情的未来会发生的现象 我们要急促的给予一个面对的因应 我想才是一个证券的方向 那通膨的东西问题是建国际性的问题 加上疫情然后加上恶物之战 或者以及国际上的一个仲裁的因素 造成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际上的一个所谓的户架的波动 这是无可避免的 只是说我们公部门在整个这个经费的预算上 怎么去拿捏怎么去筹筹裁员 什么轻重缓急的一些公共建设部分 也要去做一个衡量做检讨 不要意味的是为了建设而建设 但是不是需要的建设去做不是浪费到我们整个整个经费的预算上吗 所以说在此部分我再呼吁我们市政府公部门 这个财政处对于未来我们明年度的整个市政预算上 应该作为深度的检讨 该建设的急迫需要的给予急需的编列是没有错 但是不是急需的我们可以轻重缓急的缓一缓 让我们整个建设不要因为膨胀问题而停止 对 真的就是要市政府的部门单位 要好好证实这个问题要超前部署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 要说空 对 我反映一下我们秦宇员刚刚我接下去 他在反映一些事情 就是特别说到学校的我们营养午餐 这个孩童的营养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教育部有非常多的经费 我们到各学校去看都在做建设 那这个建设有的是他觉得美化不够 或者是有编一些的预算 他们想办法就是要更新 然后再换别的样子 那像我们知道南轮区像有几个学校 在前几年他们才做的设计 然后又做了一些的 那但是到今年来 怎么又再改了 那因为教育部那边来的预算 又有哪一个方向的这个启发 然后又要改这个形状 特别是在这个通膨 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两位议员在这边反映 确实是真的是涨的 物价涨的真的是像一般的 要是上工的或者是看靠天吃饭的 还有有出门才有钱的 这些的人要怎么生活 物价要这么高 一涨又涨了大概三成 一个便当之前七十八十就可以吃到 现在一定要一百块 还不怎么样 我想最简单的 包括我们的到Seven去也一样 你进去一下子 一千块就没有了 没有买几样东西 因为真的是涨价涨得太逸步 那我们想在这里也服务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在我们该做的一些 可以缓一些的我们就缓 把这些的经费 然后挪到为我们这些的百姓 这民生物资上 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福利上 能够来多为我们打算一下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好生活 对 真的就是要过好生活 除了要呼吁政府重视我们这个通膨问题之外 其实在地方建设的部分也要多费点心思 我知道那个蓝敏黄蓝艺座 其实有会看一块空地 对不对 它的那个门前其实是国有才能处的地 但是因为荒废太久 让地方民众真的很受不了 我们一块来看看 杂草同生啊 毒蛇 还有蜈蚣 到处滋生啊 社区居民指得朱家门前数百坪的土地 二三十年来只能远远观望 却不敢踏进去 因为这片土地属于国有财产署和市府持有 上头还有援助户 之前还住在这里 插起来我们不敢跟上头说 这有国有有持户的 所以我们说 这样要怎么得来 那个蚊塘啦 那个什么草塞啊 都很多啦 走到里面叫消防罪来 都有毒的 我们自己也会疼 又叫来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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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说不堪其劳 对 他知道这个地是谁的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耶 他这一公里都有材材地 空地四周长满了竹林 还留下废弃的木屋 久久没有使用 屋主早就搬走 而周边杂草重生 一到夏天 蛇类就会出没 吓坏不少居民 不要让他这样造成我们 荒废掉造成我们 住户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 居民反映社区门前有一块大土地 几十年来没有整理 任期荒废 实在可惜 金融市议员蓝敏黄 邀集了市任府相关单位会刊 研议将闲置土地 由国有财署办理博交给市府 未来将易租经费进行绿美化 镇农街31号后方 有一块国有的土地 那基于我的了解 他共同管理人有 金融市政府也有部分是国有财产局 那么为了彻底改善 环境张乱的问题 我今天的会刊 已经先取得国有财产局的同意 未来将由东正居公所 全权负责管理 看看现况大概就是一些 现场堆置的废弃物 先做第一波的一个清理 那后面再看相关经费跟需要 我们再做后期的一个设计 希望说能够这地方能够把他美化 整理一下 社区目前有事多户住户 今年夏天总算不用再担心 蛇类会出没在家门口 真的民众其实最担心的 就是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 像这样前面有一块空地 淋乱不堪 但是我们的艺作真的很厉害 他就把它争取过来 然后交给了我们的区共所 请他们来进行处理 我们来请就一座 我想基隆市 各区都有很多国有跟市有的闲置图定 因为可能能力不足 再加上经费不够 所以长期闲置 非常可惜 我想我们每个议员都非常激励的 在争取这个环境改造的工程 我们希望能够把基隆打造成为一个兼具环保的低碳城市 那我想这次的会议刊主要是我们镇沙里新天地社区旁 因为这块土地将近三百坪 那么三十几年来都行之不用 那有人在那边盖小木屋 有人在这边这个这个种菜种树 亂丢垃圾非常脏乱 那特别是因为夏天期间 蛇类跟乌公就会跑出来 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出入的安全 那这一次我也是展现魄力 特别跟我们的国产署跟市政府的研究 我希望市政府能够承担责任来把它贷款 那国产署也同意我基隆市政府贷款 那最终我还是动用我们议员的建议款 大概八十万来进行利美化的工程 我相信做好了之后 再交由市政府去接管 将来每年这块土地 就会变成我们社区旁最美的一块公园 那未来不但可以提升市容景观 也可以造福我们当地民众 夏天的时候不用再担心 出入的时候会被蛇咬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 那我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够 逐步的把我们各区的这个闲置土地 这个整理出来 可以配合透过我们议员的协助 动用我们所谓的厘经工程环 一步一步一个区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来把它改善 我相信未来的基隆 整个生活环境一定可以大大的来提升 真的就是要营造舒服的生活环境 让民众生活的有幸福感 其实最主要旁边一个公园 就可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安乐三期的社区公园 其实这公园一座好之后 很受到好评 我们要请教请真心一座 现在这个公园一般有一个所谓 共融成为都市建设中的热门的词汇 因为各地政府现在都开始努力了 把过去旧有的公园与游戏场 赶上所谓这波的共融的风潮 那他的目的最主要是说 让所有的儿童一同的玩乐 游戏及发展的能力 都在游乐设施上 能呈现他们一个所谓的需求 那一般的儿童来讲 他有特殊的一些需求 就比如说我们的自闭症状儿童 心脏的肢体障碍的 视觉感障障碍的小朋友们 也能共融在这一个所谓的 他们游乐器具上 能大家共享这个乐趣 所以说在整个考量上 政府考量在整个 共融式的公园里面来 把所有的容器 能给予多方面的一个需求的小朋友 大家来共同参与 让共同结合在一起 让他们是没有所谓的区隔 让才造成他们小小的心灵上 有一个所谓乐趣 那现在我们整个地方来讲 所谓共融有一个 共融的公园跟共融的游戏场 共融的公园就是 比如说面积比较大的 像我们安乐山 三起的视为运动围来亚树 共融式的一个公园 因为它有儿童游乐设施 也有锤球场 也有网球场 也有篮球场 还有上面的溜冰场等等 所以这就是广泛的 来运用到每一个所谓使用者 他们的多方面的需求的 一个运用的场合 所以说那属于 公园式的一个共融式的公园 那所谓共融式游戏场 属于社区的 小区域范围的 一个游乐设施的范围 所以说那共融式的游戏场 我们也顾虑到过去 我们比较原始 所谓说罐头式的一个游乐器材 那过去都是因为 当时的设计以及市场的需求 在那种情形之下 这就是现在看着这个画面 是我们四月公园 像左方面面就是小朋友 他们共同都在那边游戏的 一个融合的一个场域 那右下方这边 是一个平原的草地 那现在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地面 是崎岖不平的 夏天会积水 那我也跟市政府教育师 他们的建议 他们也编了150万 即将讲这个所谓的绿地 作为整坪 然后排雪式做好 以后作为一个野餐区域 让假日的时候 家长带小朋友来这游乐 旁边就游乐设施玩以外 旁边还有个野餐区域 大家是在所谓在那个环境之中 彼此亲子之间更融合 更需求 那上面这个篮球场 现在我要讲一下篮球场 为什么现在大家看 这地面是黑色的 因为这是整个纯地青的 因为我们基隆过去 都是所谓压克力型的 像学校也是压克力型的 一个地面有彩色的 那压克力型的地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学校现在很多容易归裂 因为它下面是铺水泥 水泥之后 它有热胀冷出的效应 那压克力的面 它没有毛细 所以很容易在 久而久之下 就会容易归裂 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 现在我们教育处 他们是跟相关的 他们体育的一些专者 在研究 是不是以基隆和多余的气候 来示范于混 这个所谓厘青的一个铺面 在发球区的医院 用压克力的一个标示 这样子因为下雨天的话 它容易马矿就要胜水 很短时间之内 小朋友或同学也可以运动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那个地面假如跪裂的话 很容易修补 不要像过去 像整个压克力的地面 要整个大翻修 要等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现在我们教育处 在事办这个所谓 历经这个篮球场的这个设施 那现在这就是四个公园里面的老人的健身设施 所以要讲这是共农市的公园里面的设施 大家融合在一起 对 这就是共农市公园的魅力 刚刚可以看到不但亲子可以玩 老人家可以来玩那个锤球 还有青少年朋友可以在那里打篮球网球 这就是共农市公园的魅力 不过说到这个公园 其实在家旁边打 好好的打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冷暖区的白公园 整坪的楼梯解决地形的高低落差 志工们除去杂草 种上花卉 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家园的心 我们住在这边 这个步道本来就是高低不平 大街小街斜斜的很难走 后来就是因为连一眼 他帮我们争取就重新再做过 所以现在的阶梯是 每个阶梯都差不多 比较好走 我们愿意家愿意走 因为之前就是有人会发挡 以前的话这个都是没有像打水泥这么干净 现在真的景观改变得非常的好 都是要感谢预员的争取局 里长的付出及志工伙伴 大家共同的参与 还有今日的成果 我爱白公园 另外从小在这长大的孩子 趁着青年服务日一起投入爱护 今天是合计青年营 然后学校也有限跟连恩典连员合作 争取到这个来社区服务的机会 这是我从小到大我到大的公园 里长和志工们都很感谢 市议员连恩典 争取经费改善白公园 让地方民众有舒适的生活空间 在这一次 正是平常都大力关心我们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的满同里 满同里的排公园 可以说是我们居民的后花园 大力警驻之下 投入大笔的经费 来改正我们一些型的安全 提供我们一个非常休闲良好的环境 白公园在暖暖是一个对社区来讲 相当重要 也大家蛮依赖的一个休息的场所 特别是在我们暖暖吊桥的前面 不管我们的景色 或者是我们运动的场域 还有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特别是暖暖这边都非常的喜欢 那这次借着这个机会 把这边的这个阶梯做一次整理 然后我想会对这些来运动的 这些的民众会更加的方便 稳固及加宽阶梯 铺设步道脂肪砖 将地整屏改善阶梯俘手 串联地方公园 营造美好生活提升幸福感 真的就是要提升地方的幸福感 其实营造公园 把环境好好整理这一件事 而且可以后召居民一起来做 会更有成就感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0.0一座 我们想其实在社区里面 我们社区一直都有在 不管是在社造或者社会上 我们都有参与 那越来越发觉 这个公共的区域 特别像我们大家所喜好的这个公园 那这些的必须 我必须强调说必须 是要我们民众自己来 大家一起来营造 那我们以往在暖暖区 有两个比较大的公园 就是定内定祥四号公园 等一下会说到 现在就是我刚刚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暖暖区 这个百公园 这两个是一个是两公顷多 一个一公顷多 那这一些的范围 如果你完全要依赖这个区公所 来帮我们整理 我跟大家报告真的是有限 如果这个地方的里长 很愿意投入 那也带一些志工来一起维护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会是越来越好 大家在这里的运动 还是所有的活动 包括你参与 自己来雇这些花花草草 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而且是非常开心的 那更能够让这个社区的向心力 能够聚在一块 就像这一次百公园的整理 之前我看到在里长的这个建议下 它那个阶梯之前不知道怎么做的 有的阶梯高 有的阶梯低 那以前的设计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不把它设计的一样 特别是在 我们在走楼梯的时候知道 你那个每一层的高度如果是不一样 你所踏下去的那个力道 或者是就脊椎就很容易受伤 那因为这样子我就赶快找了 找了我们那个议员的建议款 然后整个把它换新 我想这次换新完了以后 特别那边在对暖暖吊桥来说 也增加了不少的这个亮度 那以前大家就因为这个楼梯不是很好走 那走暖暖吊桥的这个希望不是很大 不是很喜欢 那现在已经把它整理得很好 那旁边的草呢 花木呢 这些志工又来整理 那他们是长时间的 每一个月 每个月有第二个礼拜 他们都会这些暖暖 叫做大哥大嫂队 那一起来参与 把周边的这个环境都整理好 那特别之前也有蛇的部分 那现在也没有了 因为整理得干净 那加上刚刚看到有的积水的部分 也因为要一起整修 那把这些有不平的 把这些植草砖也重新拉高 那整个环境都弄得更好 那特别再加上篮球场部分 那我想这些以后我们要争取的 我想再来就是要争取风雨操场 这是我所期待的 那也请到时候请市政府 也向中央能够多争取一些经费 在每一个里只要有像大一点的面积 大部分都是篮球场 如果能够做一个风雨操场 在那边的话 我想会对这个基隆下雨 特别是喜欢出来活动的这些民众 有一个更好的去处 真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联谊座 非常的用心 那当然在每一区 其实大家都很用心 尤其在中正区的部分 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中正区真沙里 敏黄蓝艺之后 它是争取真摄这个老人休闲设施 我想我们基隆市委的所有议员 最近这一届都非常重视 基隆市所有的小公园的使用频率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园 有规划出来 可是因为使用空间没有充分利用 往往动不动 杂草重生 反而让整个公园 它的使用效率非常低 非常可惜 所以今年我也特别朝这个打造这个 友善共荣公园的方向去努力 那我们中正区真沙里 有一个公园 这个总共有五百多坪 当时也花了一千万 一千 将近一千万去整治 那但是因为它当时规划的时候 绿地太多了 结果这几年就因为没有钱去除草 造成整个公园杂草重生 民众反而不敢去亲近 所以我去年就先增设了一批体检设施 那我们希望给年长者能够到这个公园来运动 那今年我又特别跟里长共同规划 我们争取了一个宇宙场 因为这个公园有五百坪 那我们大概用五分之一的面积 可以来打造一个这个宇宙场 我们希望藉此来推荐宇宙运动 那么让这个公园 增加了很多人行活动的空间 就可以提升它被使用的一个机率 所以完工之后 我相信就可以带动我们地方 我们可以鼓励我们年长者 年轻人甚至小朋友到这个公园来游棄 这样才能够使公园的这个价值 能够充分的发展出来 不然空游公园 那又没有解决整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浪费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会聚集往这方面来努力 是真的就是营造地方的幸福感 就是提升在地的公园价值 那当然要带大家来看 就是我们俗称的蓝色国宅 就是我们安和二街的社区游戏场 这里经过打造之后 也变得很不一样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秦真一座 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说有共同市的公园 那现在讲这个安和二街的 这个也是共同市的游戏场 因为它区域范围的比较小 那过去他也就是所谓的罐头式的 一个游乐设施的一个建制 那地板的地平面也就是软电型的 但在基隆一个多余的气候之下 市场会长青苔 然后小朋友游戏的话 也容易会滑倒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当地的里长 还有我们的社区的一些居民们 他们的建议和他们的反应 因为那游乐设施也就老旧 这是新的 现在新建中 左边那是施工前 这是老旧的器材 因为它也秀式 你看那个线 那个线都拉起 警戒线拉起来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把它改建为 现代比较说 共同市的一个安全的 一个形态的一个公园 那现在就是完成的 尤其它那个地点 不是像过去的一块一块的 所谓的那种软垫 他是属于丙溪酸地垫 他就有类似一种 所谓的我们在跑道 我们田径跑道那种材质 因为他这种材质是整片型的 不会积水 也不会长青苔 然后他整个安全性的柔软度 也比以前的过去软垫好 他不容易去说 在所谓的细风之中 造成龟类 小朋友在游戏之中 会产生的危险的一个 所谓的跌倒等等的一些 不适宜的动作 那整个游乐设置办法 我们也规划 他多方面的一个体能的 一个需求 比如攀爬 或荡秋千或等等 让小朋友在体能上 在游戏中 能增强他体能上的 各方面的一个功能的 一个所谓自我锻炼的 一个绩效出来 所以说在所有的家长 刚的情形之下 他们非常乐见 所以这个设计在他们社区的周遭 我想现在我们再说 我们三位议员 对于社区型的一些 儿童的一个游乐设施 我们都非常的注意 我们所要的是 现代化的一个游乐设施 共同式游戏场 提供给我们的小朋友 跟我们周遭的邻居 大家的亲子的活动 一个空间 这是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的方向 对 就是要提升 我们的现代化设施 需要对大家来看 我们暖暖区 我们有一个 银法健身中心 真的很酷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 联魂犬的演义座 谢谢 我想 刚刚如果有影片 可以放到我们看看 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定祥十号公园 十号公园 那十号公园 这就是我们原来 现在的十号公园的样貌 那当初我在 我在这个整理 整个公园的时候 我去争取到 就是请谢国梁 前立委谢国梁 那他直接向体检署 我们争取到一千六百万 然后来把这个风雨操场 我想这一座风雨操场 我敢说是全基隆 最完整的 因为这里面还有座位 将近有四百个人 我每一年都会在那边 办音乐会 所以这是非常方便的 一个场域 那对这一次 基隆在所有七个区里面 只有暖暖区 定祥凤宇燃酒厂里面 还继续在帮人家打 这个用PCR 还有 因为第一个 它的场域够大 通风好 所以来这里做PCR都很安全 那因为这样 我就在旁边 又增设了一个 有一点空间 大概有80坪的位置 我就在这边 把它打造成一个 这个银法族健身俱乐部 那这个我争取的这个经费 是我们卫福部的经费 那也有这个请 这个经国学院的我的老师 那一起来协助把这个案子 来争取下来 当然只要有100万 那里面有这些健身器材 然后他还给我们经费 可以整理一下周边的 这些的场域 最重要的是有教练在里面 我们看到有教练在实际上 都可以教 那我们现在已经规划 陆陆续续的把这些年长的 把你来的时间和老师可以 教练来的时间 然后互相的我们志工把它搭配好 然后跟他约时间 然后一起来 那先报名才可以做 那我们当然这个 卫福部朝着这个以后 使用者付费的方向来去做 其实说真的 现在的年长的 很多的你的身体的不舒适 都是因为你的机能 这是你的体能 和你的肌力 耐肌力 这个肌肉的部分 是不够不够健康 那所以特别 这卫福部也这样鼓励 各个社区能够来去申请 这样的经费 那主要的就是让这些年长的 你的肌耐力能够增加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肌耐力一旦增加了 第一个你的食量也会好 你也想要出去走 因为你觉得你走得动 你的手因为借着这些的健身器材 你有力气了 你跟人家 不管是在家里做什么事 或者是你要整理花花草草 都会有力量 而且会有那个意愿去做 所以这样的一个场域 我想我在这里也 我自己也本身努力 看能不能在向卫福部 可以在多个礼上面 能够只要有空间 就能够来打造 这样子一个引法族 可以专属的一个场域 那现在特别 我们也知道这个老人 这2.0 已经慢慢在进步了 进步当中 有很多的经费 注意在这上面 那我意识在这个活动上面 那我们也多去争取 然后让各个的 这个礼里面 有更多的场域 能够让这些年长的 来这里运动 那有一个好的身体 是 非常谢谢 我看到三位异作都非常用心 关怀在地 而且深耕在地 最后30秒 我们请三位异作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 好 我想最后 我想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千万不要轻忽这一次的疫情 因为英国建桥大学已经有做出研究 染疫后可能会有大脑功能衰退的后遗症 那第二点 现在国外又有新的变种租出来 包括这个VA4 VA5 所以我想这个疫情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结束 甚至国外的学者都评估可能会延到明年初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那我在这边也建议大家 还是继续做好这个公胃的习惯 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那最好的公胃习惯 就是请大家继续保持戴口罩 请洗手 酒精消毒的这个习惯 那也希望大家 提醒大家 这个要多运动 多晒太阳 尽量的不要熬夜 让睡眠充足 多吃蔬果 多喝热茶 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提升自我免疫力的一个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地度过这一波的疫情危机 就是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我们每个人心中非常恐慌 在此我真的就呼吁我们的政府部门 不要什么都用累累累的方式 让我们大家都很累的 什么累解封 累火车 或者种种的一些的口号 来告诉我们 我想不要讲空话 让我们的市民大家在这疫情之中 大家能安静一下来 面对疫情的一个难关 大家平安地度过 我想在这个我也是提醒大家 在疫情当中 我们的生活已经几乎被打乱了很多 但是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大家也慢慢地去适应 那特别我们的心态一定要调整 这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 万一真的 不管确诊 或者是你碰到这个经济上的困难 你不要绝对不要恐慌 慢慢地 如果说你的这个生活上有点困难 是不是寻求我们这里资源 这种公部门的资源能够来协助你 那另外身体的部分 请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 多注意刚刚讲的公位 那在这里祝福大家 当务节快乐 是 谢谢三位一座 谢谢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